看看新闻网 刚刚闭幕的上海电视节上 电视剧《甄嬛传》虽然无缘最佳电视剧 但是该剧播出至今 人气急剧上升至今不减的却是女一号孙丽 将来文人处事都十分低调的她 并没有借着这股浪潮再结新戏 而是和前甄嬛时代一样 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我觉得我还没有 一直没有在入宫的感觉 对 就是 我还是我甄嬛就是甄嬛 6月7号 是孙丽和邓超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为了表示庆祝 孙丽特意更新微博 上传了一张她与丈夫手牵手的照片 虽然照片中没有闪耀的钻石 也没有幸福的笑脸 只有两枚朴实无华的戒圈 但这一大一小轻轻搭在一起的双手 足以诠释幸福的安逸 和孙丽的闲庭自若相比 其他凭借《甄嬛传》火了一把的女演员们 早已纷纷开始忙碌开来了 脱下皇后戏袍的蔡少芬 目前已经积极投入到了 《金之遇念2》的紧张拍摄之中 据香港媒体报道 因为《甄嬛传》的大热 此次蔡少芬接拍新戏的片酬 已经从过去的一级十万人民币 飙升到了一级二十万元 我觉得那些东西也在跨我 我很感谢他们 但是我今年去告诉人家一个价钱 然后大家谈好了就拍这样子 其实也是合理的价钱 这样说吧 就是有一定的想起来 对 有一点调整吧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不过和《甄嬛传》中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气势不同 这回蔡少芬在戏中饰演的角色 是一名谦卑的侍女 如何从一个万人景仰的皇后 成功变身为供人使唤的嬷嬷呢 蔡少芬的秘诀 是向锦西和温泰宜学习 我在拍的过程里面 我不停想起你 因为我在这么里面 我看他的戏 我觉得他非常好演的 然后我就想 如果我是一个下人 我应该怎么去当 他做得很好在戏里面 所以我一直在想 要把它变成我的那种感觉 就好了 就好像共共济静的 而且有那种温柔的态度 因为我是一个默默嘛 对 然后他教过的那些礼仪 我所有都用在这个戏里面 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演员们在甄嬛中的精彩表现 自然能为他们在后甄嬛时代 迎来更多的片约机会 就拿在剧中甄嬛身边的 一片绿叶幻璧来说 这位年轻的女孩 就已经等到了女主角的邀约 在日前正在横电拍摄的电视剧 《唱之山歌给党听之猎杀》中 幻璧蓝莹莹 就饰演了一个叫日本人侵略者 闻风丧胆的丛林女杀手 就在记者前去剧组探班当天 蓝莹莹正在拍摄一场嘶吼的戏份 如今镜头里的她 已经完全没了幻璧的温柔 活脱脱一个女强人的模样 来一位 一二三 走啊 闪现 快走啊 让我们闪现杀了 闪现 闪现 这部戏有点像战争版的后宫甄嬛传 就这个角色 她身边总是充斥了特别特别多的贵人 特别特别多的人 都是一直在保护她 但是就是在这个猎杀和被猎杀的过程当中 我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死掉了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发疯了 就冲过去就要去刺杀山线 就为我的好朋友报仇 刚刚就是一系列的 都是在那个刺杀山线的过程当中 其实蓝莹莹是个不折不扣的90后 今年才满22岁的她 其实还是一名中央戏剧学院的大四学生 能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演上女一号 蓝莹莹也感叹说 一气还得归功于甄嬛传 就机会会增多很多 就人家可能会就看了这部剧以后 就会过来找你 然后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新人 还没有毕业 就挺难得的 这时候在仙居拍几场戏的时候 有小粉丝过来探班 然后这是让我特别意外的 然后我平时是属于就是不怎么化妆的人 在路上也会就是被认出来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对我感恩 就是也发生挺大变化的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参与甄嬛传的演员都会立刻迎来事业的收获期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认识他们的人越来越多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也总能引起各方的关注 就拿在剧中饰演龙月公主的小演员宗灵来说 虽然她在剧集中的路面只是惊鸿一撇 但日前涉及她的一场失声纠纷还是惊动了当地教育部门 原来小宗灵在幼儿园上学时 因为不肯乖乖睡午觉 而被实习老师打得流出了鼻血 虽然事后经过调查 小宗灵并没有受什么重伤 但她在剧中的额娘嬷嬷们 还是表示十分牵挂 你如果问我 不管他是多不乖 你也要跟他父母说 在他们怎么去跟他说 你不应该自己顿手打 小孩子有小孩子 他自己那个年龄段的 不睡午觉想玩啊 天真啊 很多东西 然后实习生也有实习生的那种单纯 他可能不太懂事 行情年见习记者吴哲总和报道